最近香港駐美國的貿易辦事處 可以說出了一些問題 因為有香港的民主人士 和為香港自由抗爭的人士抗議 和美國的政府反映 說現在香港的所謂貿易辦事處 不只是為了貿易的 是更多的是為了政治服務 這種批評我個人覺得是相當有道理的 我自己也參加過在德國 同樣的香港經貿辦事處的活動 他們經常會搞這些活動的 主要就是介紹怎樣香港可以發財 原本我第一次接觸他們的時候 應該是我想都有20多年前第一次 那時候是很正常的 在一個比較純粹好像香港邪帶國家那些 經濟貿易辦事處的做法一樣 真的是為了促進雙方的經濟而設立的 但是我後來就覺得 越來越不像是香港人教的了 我最後一次參加後來我都沒有時間去參加 大概10年前左右就開始有變化 所以這個變化並非是國安法之後的變化 其實1997年之後 共產黨利用它對香港可以行使的權力 已經一直在滲透著香港 其中一個滲透就是香港駐外的經貿辦事處 我發覺開始的時候我都說很正常的一種經貿活動 介紹什麼生機 商機等等 但是後來就經常他們搞活動的時候 比如說新年 中國新年 邀請德國的商家去參加他們的活動 有人在演講 有人在唱音樂 我發覺後來就經常會邀請大陸來的人 來講怎麼促進雙方貿易 我們已經覺得有點怪了 越來越多 而且經常中共駐外的大使館的大使 或者最起碼經濟參加都會來參加 總而知是越變越紅色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真是由來已久 而國安法之後就更加厲害 為什麼呢?它為國安法成立是因為 因為香港2019年那個反送中運動 和後來一系列的抗議活動 就嚇驚了共產黨 所以現在它不單止是用這個 香港的經貿辦事處來做一種大外宣 就是宣揚我們共產黨怎麼好 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怎麼好 現在還衰 現在是利用這個香港的經貿辦事處去打聽 這個香港抗議人士 就是在外國的抗議人士 比如說美國這樣 美國有很多 比如這個叫做香港人民主委員會 Hong Kong Democracy Committee 他們的人是反共的 還有到處是說給美國那些政治家聽 說中共是怎麼捨惡 所以他們要對付這一幫人 這個經貿辦事處就變成了幫共產黨去收集情報 所以一定程度上你知道在西方民主國家 你去收集情報本身 一個外國的 住在美國也好 歐洲也好 任何一個組織 你如果去收集關於人 關於人的 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情報 是違法的 就是可以說是一種間諜活動 所以香港人在美國可能就開始抗議和批評 另外有些美國的議員也都有同樣的看法 有兩個議員 我記得應該是 一個叫做Chris Smith 一個叫做Marcus Rubio 他們兩個聯名已經提議了 說要取代香港經貿辦事處 總之 我覺得大家要知道 以前共產黨是比較小心一點 說香港要一國兩制 這方面我自己有一點點的經歷 就是因為其實很多年前 二十幾年 三十年前 雖然當時中美關係還是可以說比較好 但是當時有些技術上的東西 仍然是禁運的 就是很明顯 比如軍事方面的 或者可能用於軍事方面的尖端技術和產品 中國大陸的公司是不給賣的 美國公司不給賣給他們的 但是美國和香港的貿易決定是不一樣的 因為香港當時是一國兩制 香港是自治 所以很多非常先進的產品 香港的公司可以在美國進口 但是大陸的不行 但是香港就變成一個轉口站 這個可以說是一種 可能差不多是公開的秘密 香港公司進口再轉到大陸 這個是所有的 為什麼共產黨 一直在叫我們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他們兩個都要 他又要把香港的控制權牢牢掌握他的手裡面 同時呢 也大叫一國兩制 希望全世界 尤其是西方的發達國家 都以為了 真的還有一些一國兩制 因為一國兩制對它有這樣的好處 所以現在呢 應該在美國是在醞釀一種新的做法 就是對香港不能夠好像以前一樣 所以很可能 以後呢 美國會改變和香港的貿易協議 就將香港可能 越來越當成像上海一樣來對待 這個問題呢 我覺得呢 在香港做生意的人 就要小心一些 因為香港其中繁榮發達的原因之一 也都是因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系 世界最強的國家美國 一直是給香港一個優惠的 一個特權可以說 但是這個特權已經是遙遙欲罪了 隨時美國是會取消這個 對香港的特權 香港的優惠 對香港來說就很危險 對香港的經濟是一個很大的霸擊 這件事講到這裡